妳妝都很淡欸 我發現 就是一直都維持著一個很 當然喔 因為我從很年輕很年輕 接觸敷衍開始 每天大概三天敷一次 兩天敷一次 而且慧琳姐是私底下跟她出來 她是不化妝欸 很少這種女演 這種女演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天生栗子 一種就喝多了 不是 我是很注重 天生栗子 然後加上後天也很認真的保養 那就要問這一位 為什麼她都不保養 風吹日曬雨 騎車在保養 歡迎文明哥 大家好 男人沒有在保養 男人的保養是 內在、運動、健康、內涵 保養臉幹什麼東西 所以妳覺得 臉上如果有斑斑點點 或是兩邊這樣皺紋 那是魅力 甚至有一點霸 都是哇塞 帥到有沒有 帥氣得很激發 對妳看如果我這邊有一道霸 超帥的 哇塞 我覺得這個觀念 我是還蠻認同 我覺得這個觀念 我覺得男人有一點點瑕疵 可是她個性好 很帥很man 可是如果她臉保養得比女生還漂亮 可是 蛇筋男 蛇筋男 對不對 然後都不能曬太陽 然後你叫她做什麼 她就很多人抱怨 那這樣我寧願不要 對 對 還有要畫眼線男生 我的天啊 妳這幹什麼唱戲啊 哈哈哈 她也希望自己眼神深衰一點啊 我覺得男人跟女人的保養不一樣 女人當然就是 哇要怎麼樣身材什麼皮膚 男人是要味道 對 她要有一個身形在 要練體力 嗯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個角度很好 但是 稍微偶爾附一下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家裡一堆面膜啊 都是啊 吳明哥 妳這 我想妳要付來的送 哈哈哈 對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很愛送面膜 互相交換 不是 就像妳剛剛開場講 台灣的面膜太多了 對 八千萬到一億五千 對啊 尤其是每次那種 大多不用客人來台灣 要買面膜 對啊 然後他們到藥裝店 我看到台灣人到藥裝店就是 研究成分 看價格 大多人都是拿那個藥裝 噢 對 哈哈哈 好怕喔 回去送人 就是很開心 我都覺得台灣那邊膜有這麼厲害 台灣是光耶 有 而且台灣的這個成分都特別講究 對不對 對